柯文哲近日是深陷了政治現金的疑雲 髒道質疑說 帳務不實 還有支付對象的廠商否認收款 甚至還延伸出柯文哲的妻子陳佩琪自爆說 他先用兒子的名義開公司 等到退休之後就要經營咖啡廳等等 而由於事關社會公益 因此台北地檢署今天早上由檢察長召開專案會議 決定主動分案調查 偽造文書等罪嫌 而柯文哲也宣布將在今天下午2點召開記者會說明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近日爭議連環報 先是被外界質疑 有近4000萬元的總統大選政治現金流項目可公關 而去年承辦總統大選兩場造勢活動的時 勒漢尼奧公司更發聲明指出 帳目上所列的三筆 合計約916萬的款項並不存在 對於被質疑做假帳 民眾黨一致欠 並稱是申報帳戶瑕疵 柯文哲則下令要全面清查 除此之外 柯文哲的妻子陳佩琪 又自報用人頭開公司 是厚道歉 表示不知道有違法疑慮 目前已托人撤銷公司 對於種種爭議 民眾黨昨天傍晚宣布 今天下午2點將召開記者會 向社會大眾事宜 柯文哲陷入政治現金的醜聞 其中三筆總共916萬元的活動行銷支出 遭到廠商否認有收到款項 因此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鍾小平 台灣基進黨台南黨部先後在今天到台北地檢署 告發柯文哲涉嫌違反刑法 政治現金法等罪嫌 你有申報資產品經費 但是廠商都說他們沒有進行這樣子的活動 這樣子就違反了政治現金法 他登陸無事 如果說柯文哲最後抽出了這樣子的收據 那收據是從哪裡來 廠商是誰以及金流怎麼跑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追究的部分 那柯文哲以及他的團隊在進行登陸的作業的時候 包含署帳的登陸 以及審核的登陸 以及最後會計師作帳的部分 三層 層層的把關 結果到最後說 廠商說沒有這一件事情 那你收到的那18筆的這個小筆的固款喔 那是不是都是 都是過去小炒 他們省下一個便當 省下一個飲料錢 慢慢累積起來的積蓄喔 你這樣做是在咕咕他們 是在A走他們的捐款 也辜負了他們對你的辛辣還有期待 而柯文哲呢 本人在假帳風波爆出之後呢 省影了36個小時 今天一早上班之前呢 就被媒體們讀訪 是否睡得好 還有詢問黨內氣氛等等 而柯文哲僅僅是表達 今天下午2點就有記者會了 下午2點 下午2點 下午2點不是有記者會嗎 你們在我上 下午2點有記者會 下午2點有記者會 你們就可以安安靜靜地在那裡擺好 他手機滑一個人要擠在這裡 大家小心我們要到外面 現在這個演唱會的禁油也被質疑啊 因為當時你說是募款來用 那到底說是募款還是是用這個 用什麼樣的方式 下午2點就有記者會 下午2點就有記者會 發票是被收的是假帳喔 主席你怎麼看 有查到發票是怎麼來的嗎 外界有說這個查帳的時間好像有點查太久了 18萬筆了 而正在柯文哲的爭議呢 律師林志群昨天表示 錢的事情呢只要有金流 憑證基本上都沒有事情 其餘的話不論哪一種情況 民眾黨的問題都很大 律師林志群12日在臉書直言 900多萬只有3筆 民眾黨可以對一天對不出來嗎 他說錢的事情只有兩件事情要確認 一是金流 二是憑證發票 只要有金流有憑證就沒有問題 但廠商說沒做這事的工作也沒有收到錢 因此不可能開發票 所以不可能是這個情況 而林志群繼續推論 如果沒有金流也沒有憑證 那是廠商沒收到錢也沒開發票 那就是民眾黨虛報費用 那第三種情況呢是只要有金流卻沒有憑證 那民眾黨內部一定出現大問題 沒看到發票竟然就給錢 錢還不是給廠商領走的 那第四種則是沒金流卻有憑證 如果沒有匯款卻有發票的話 豈不是民眾黨給人賴帳 而第五種是有金流有憑證 那這個發票是怎麼來的 未造的呢 未造的嗎 錢呢 匯到哪裡去了 選舉過程很多開銷 開銷很大項目又很碎碎 就有可能上下起手的地方 而林志群表示 除了第一種 有金流有憑證 不論是哪一種情況 民眾黨問題都很大 不是他自己的問題 就是他內控出了問題 而柯文哲的妻子陳佩琪 他事後也發文 卻越解釋越糟糕 被外界認為是在提憂救火 館長陳志漢也在直播中 談到這件事情 他直言說陳佩琪貼文 到底有沒有用腦袋去看啊 實在是不理解為什麼要寫這篇文章 館長10日開直播 坦言這次事件是很低級的錯誤 從2023年到2024年 沒事找查的人這麼多 館長直言他不是要罵柯文哲 但是許多支持者確實滿頭問號 包含陳佩琪發這個文 我個人覺得很多餘啦 我真的無言FB的講法 你貼文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用腦袋去看啊 就算他相信大多數的鐵粉 不會被動搖 但是那樣的文章 還是會被名嘴抓去罵 甚至建議陳佩琪是不是把FD關閉比較好 而對柯文哲的風波呢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今天受訪的時候 他就表示喔 趕快釐清比較重要啦 柯文哲的幕僚也很重要 要把詳細整理的過程還有資訊 提供給社會以朝公信 主席怎麼看柯文哲主席 陷入政治獻金的這個問題 我對柯主席遇到目前這樣的問題 我相信所有的這些候選人 對於這個政治獻金的申報 都會都要受到社會的檢驗 那盡快的趕快離清這是最重要的 那柯主席的這些幕僚很重要 幕僚一定要把這些詳細整理的過程 還有這個申報的資料 或者是相關的證據 提供給社會以朝公信 主席焦點來看到秦英科大 在今年4月的時候 公告要招聘一名 具有數位音樂專長的專案教授 而校長陳文淵的女兒陳怡經 他也來應聘 但是他其實並沒有比賽權 因此引發爭議 陳文淵事先安排好了護航勢力 讓其他求職者都被淘汰 校長千金來應徵 明明資格不符 教授主任卻平民護航 還把其他應聘者通通都打不及格 這起事件就發生在台中秦英科大 根據《鏡週刊》報道 秦英科大今年4月 說要招有數位音樂專長的專案教授 而校長陳文淵的女兒陳怡經 明明還沒有助理教授的資格 卻也來應徵 文創系的教授由會員首先護航 說若陳怡經的戲院審查都過了 最後一關不用送到校長那邊 給副校長同意就好 幫助陳文淵回避 藝術中心主任陳向蓮則主張 只要把其他應聘者全部都打不及格 下學期再重新招聘 這樣陳怡經就能進來了 同事中心的教授鄭志明在為陳怡經 量身訂製專案職缺 而護航的這三人最後 皆被陳文淵提拔重賞 陳文淵的爭議還不止這樁 去年3月他蓋機車停車場 結果竟然沒有車道 學生要扛機車跨越人行道才能停進去 又再花了1億蓋校門 花8億蓋兩棟學生宿舍 結果5月發生火災 僅致因為學生的筆電沒拔插頭 還沒有買保險一度要肇事的學生負責賠償 校內人士看不下去 認為教育部和司法單位應該介入調查